今天要分享的我的心得是谈 听史博士讲孔子的思想与领导之道 他讲了很多非常具体的例子 我很感动 跟我们现在的史公卫林在一起 他举个例子 《纸路篇》里面 叶公问政 问孔子这个有关于政治的领导 就是怎么样去领导众论 知识 只曰 近者曰 远者来 就在当地的人都会很喜悦 远番的人都会来 他说举个例子 像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 才会清明 然后就是 大家这个过着就富强康乐的日子 然后远处的 就是异国的人都会来你这个国家 那你这个国家人才是不积极 他举例子 台湾现在的政治 就是不准这个不准那个 全部只弄国内的 所以那个人才是不是就是在台湾本土上 这个就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啊 那我们知道这个 大陆本来很穷 非常穷 文革以后 那我们知道蒋经国在台湾的统治时间 领导的时间 我们台湾经济非常繁荣 然后那个 所以这个 这个 邓阳平就一句很有名的话 猫润 管白猫 黑猫 只要能够抓到老鼠的猫 就是好猫 那他就 那这边就提到 大陆呢 就像全世界的 华人的人才 去找人才 那美国更厉害 全世界的人 都是他的人才 所以像我们留学生 大部分 很少像我会回来的 大部分一到了美国 留学以后 就在那边扎根了 在那边找工作 然后就在那边定居了 结婚生子 那所以基本上 那我是 1989年回来 我在美国待了16年 所以美国算是我的贵人 我能够环游全世界 都靠美国这边 所以我对这个美国很了解 我自己也有美国的国籍 因为我以前到南美洲 巴西啊 那个我们台湾走不出去 申请到那边 都已经一个多月 且别的国家签证都完毕了 我那时候要环游世界 五大洲就去做这个签证 所以我对这个美国的 这个富强的时候 强盛的时候 它的一个国家的生产 是全世界的60%的GNP的 国民所得 这个印象非常深刻 好 所以这个就牵涉到 一个领导人的政策 那他就举个例子 举例讲经国时代 因为上有领导人 下就有人才 重要的人才 他就举了一个很重要的例子 他举了三个例子 一个是那时候行政院长 孙玉贤先生 跟他的关系 因为石波市也是从 世界级的GNP公司的高阶主管 专门负责这个制造程序的自动化 他等于是赵耀东 做经济部长的时候 就是到全世界就把留学生 请他们找回来 就像现在 就像过去这个 对小平 就召唤全世界的留学生 中国的留学生 回大陆 搬大陆去 开拓西北大 西北 那赵耀东也是这样 三十年前就说服 石波市回来 然后石波市为台湾 这块土地去发扬官大 那所以孙玉贤 他就很感动 他说回来 石波市回来 只是还是很年轻的一个学子 然后是世界级的专家 然后他说要自动化 然后孙玉贤的院长 就说自动化 有个大量生产 石波市三十年前 他说不是 少量自动化 就是现在 他们走的是趋势 世界的趋势 你看到现在 还是量身自作 少量的自动化 那所以后来 这个孙玉贤 后来中锋呢 做轮椅 石波市去探望他的时候 他亲自送他到门口 然后还特地从门椅上站起来 他就承认 他说我们是思想观念 落伍了 他就说这个 他的 他的真的是一个大臣的风范 他承认自己的错乎 这对他来说是很感动的 这一件事 那另外呢 他说这个赵耀东 他当蒋经国 要吸取他来做国营事业中干的时候 赵耀东说不行 说这个国营事业 这个政策太腐败了 如果不让他破釜沉舟的 不要照国营事业的规定去 他就不做 就隔了六个月以后 蒋经国想这个国家一定要发展 一定要新的方式 所以六个月以后 蒋经国就同意他 用他自己的方式 结果呢 赵耀东就把中干 变成世界最有竞争性的干铁制造 再认为完成这个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有好的领袖 就能够有这个容量 包容好的层子 那另外就谈到李国鼎 刚刚提到这个 他跟石波士提到他个人 这个和李国鼎的这块的际遇 这边他说像孔子说 君使臣以礼 就是这个领导人要 对于他所行的很多的政策 他会去运用他的属下的优点 去把政策方面 能够让他的角度更广泛 看得更远更高更宽 他举例 然后像李国鼎 就常常会跟他请教 很多的一个发展国家的 这块生产力的后进之学 因为他那时候 赵小敦把他回来以后 他以为他一两年回来台湾 那个做的这个业绩非常好 整个台湾的生产力提升了很多 整个中小企业的 这块已经成为这个 两年内就已经达到台湾的自动化的教父 讲的是14亿博士 那我们也知道李国鼎也是台湾的科技的教父 所以今天有现在的科学园区 这个李国鼎的贡献对我们国家很大 李国鼎就赵扬史博士 就是说你像你这样的人才 又具有前章力 又有组织力 又有执行力 又有专业的这一块 这个很难找 即使找到了 就是到三四个人才抵得上 即使找到了三四个人 他们之间能不能同心磨合 去完成 又不可能的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赞美 欣赏史博士 那我们看到 另外呢 这个赵耀东 他怎么重视史博士 记得台湾二十几年前 一直在谈这个大汽车厂 跟这个丰田 那几乎那时候成立了 那时候呢 这个蒋经国已经内定他 先内定史博士 先做副总经理 五年以后升任总经理 因为是台湾跟丰田 合作的大汽车厂 那后来来一个政治风暴 就是说这个大汽车 大汽车厂一年生产三十万 里面一定要有十五万 必须外销 不然就 大家就有意见 就不准这个大汽车厂成立 然后赵耀东就亲口 就问史博士 跟史博士问 说你不要管我 赵耀东的政治生命 你老实告诉我 这个能不能做 十五万外销 史博士说 我不会去当这个大汽车厂的 副总经理 因为十五万外销 在那个时候 根本是骗人 而且不可能的 那政府不能骗老百姓 所以他说 就那时 那赵耀东就问他 那怎么办呢 他说那就发展汽车零件 那他说 那史博士说 让台湾的汽车零件 能够完全的发展出来 好 他说像今天 这个汽车零件 台湾的生产量 已经超过 一连三十万辆的汽车 他说 所以了 这个领导人 跟属下之间 包括他自己 大家都要讲真话 这个在做事的时候 不能再谈政治 也不能欺骗百姓 怎么样是对国家最好的 最重要 那他这边谈的都是 领导人很重要的这一块 然后最后谈到孔子 让这个社会 他现在孔子的思想 我们可以用在整个台湾 现在的社会 因为现在全世界 大家都没有信心 银行之间也是以赚钱为目的 弯掉了他 要保障社会安全 这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信念的 银行的基本的 最精髓 他也忽略了 然后包括美国不断的印钞票 现在日本也在印钞票 人跟人的信任瓦点了 他说唯有不断的发展 我们自己的智慧 孔子的领导学 让饶者安之 少者怀之 大家朋友之间信资 这个信任是领导里面 很重要的精髓 没有信任 这个人与人之间 没有信任 这个世界和这个社会 都会挖茧 感谢您的信任